被国民党视为只要输了就算其他县市大胜也不算赢的台北线 现在呢又扯到了所谓的周习伟狂输苏贞昌民调 这个民调到底谁讲出来的 所谓党中央的高层又是谁啊 吴敦毅说不是他放的话 他说放话的人是魂球哦 那么周习伟说哎呀党中央的人都是好人嘛 这句话怎么样来解读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看就在台北线之内 有这么一个大红海报的字高高寡 经过中和王板桥的高架桥上 老远就看到周习伟下台的超大海报就这么高挂挂 原来是署名国陪协会筹备会的团体 大动作向周习伟来呛瞎 周习伟口中台北现满的真真杀人 所谓民调狂输苏贞昌36% 到底是谁放话的 频频被影射是常进人的秘书长吴敦毅 跑不掉被追着问 看联合报写的已经不是怀疑到我了 看那个内容就知道 所以我说放话的真的是混球 怎么可能 我们都没有看过民调 怎么可能还有更高者的看过民调 新云大师最近说 要多说好话 要多有好心多做好事 我想国民党的高层一定都是好人 每一天都会说好话 党内层传闻会知道民调数字的不是吴敦毅 就是吴伯雄 我们有六七个民调 这是不同的内容 最近做的民调 发现周县长的宪政的成绩慢慢显现出来 我相信周县长这几年的宪政的功夫 应该会逐渐凸显起来 有些民调周县长赶上来了 吴伯雄说这话实是起誓忧 从他脸上真不好判断 不过国民党导师看得出来 急着想冷却真撑杀人这个话题 高层扬言要把放话人抓出来 谁是吴敦毅讲的那个混球 国民党可不好也霍西宁 周县国小丽玉桥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待